大家好,我是東英走強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墳墊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蓮倉玉城丁店就是傳說中店外有游泳池的那家星巴克 雖然沒有辦法邊喝咖啡邊游泳 但也是會想要看這家店到底美在哪裡吧 這裡距離蓮倉車站走路只需要3分鐘 當成蓮倉一日游了第一站 可以早早到這裡吃個早餐、喝杯咖啡 整理一下心情然後再開始今天緊湊的一日游 這裡原本是日本漫畫家橫山龍衣的宅底秀姬 而星巴克就依照當時的母堤所設計 外觀看起來就像是一般的平房 雖低調但不會平庸 進到店內就會發現充滿星巴克店內常出現的木質調設計 空間感非常的十足 天花板很高 然後座位跟座位的間距還蠻廣的 天花板的玻璃還會讓光透進來室內 感覺還蠻溫馨的 另外也有去販賣Starbucks Reserve的咖啡 如果想要稍稍享受一下可以試試看這裡的咖啡 自家後園泡個咖啡的錯覺 真是一個美麗的錯覺 天氣好的時候搭配陽光真的很棒 但下雨天的時候也有一種浪漫的感覺 如果你的蓮倉有不幸遇到大雨 那就來這裡躲雨一下吧 蓮倉車站附近真的太多景點了 很難再一部影片介紹完 Bobbo就挑兩個星巴克走路可以到的餐廳景點好了 如果你是日式甜點控 從星巴克走五分鐘 到甜點百名店 茶房羽姆Kihara來吃個日式甜點 Bobbo點的可思Kiri 跟黃豆粉的套餐一千塊日幣 可思Kiri吃起來有點像是板條 從冰水中拿出來沾下黑糖非常軟Q 吃起來像湯圓口感的白玉 沾滿甜甜的黃豆粉 跟黑糖也很搭 從茶房羽姆Kihara往前走個十分鐘 可以到淺洗變天才與賀福神社 進到神社院穿越一個隧道 可以看到這個區域跟自然完美的融合 還可以在這裡洗個錢增加財運 祝你發大財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